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风台 打风台来的 对 带什么类类啊 嗯 今天的话是带了两件瓷器 哦 带两件瓷器 对 这是您家里面收藏还是您 嗯 这个不是我们家收藏的 是朋友的 哦 朋友家收藏的 对 这行啊这两件 有时候您比方这东西要对啊往这一放 你不用紧的看 大人一看你就知道它行不行 这个很好这两件 说我们的行话啊 我们把这叫全对 都这么说是吧 我们这行话 就大开门呗 呦 你是行里人吗 你是不是考核过来了呀 你对 开门 我就刚才想说这个 话到嘴边没想起来 冒出去全对 你这 这叫什么话呀 对 开门 对 对 开门 很开门 这是个花孤 是吧 嗯 沉舍器过去 您所不知道的就是它什么时候的是吧 对 年代一般底下都写着呢 嗯 这个是没写 这没写啊 对 我也别翻开看了 这个咱看了一下啊 青花发色 嗯 还有包括您看这个 啊 这个里面 口颜 口颜处 这 真懂啊 你倒就听 你说实话 没事 我真不做这一号 对 就是朋友喜欢 然后就是朋友自己买的 康熙的 嗯 我个人认为啊 嗯 这应该是 康熙潮啊 稍微偏厚一点了 这属于是青三代的东西啊 青三代是越来越难得见到的呀 所以而且 和方还是一个全品 还是全品 气形还比较硕大 画片画的鹤鹿同春呀 嗯 还画的这么好 所以这家东西很不错 市场价格啊 我觉得就现在 今天这个行情来讲啊 嗯 也能卖这个十来万块钱吧 对 反正那个价格的话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就只听朋友说 应该是挺贵的 十来万块钱吧 价格不太清楚 反正说少的是不干啊 哈哈哈 十来万块钱 好不好 好 还有这价是吧 对 这葫芦瓶子这个 对 葫芦万代 对 而且它和葫芦有谐音 对 是吧 嗯 哈哈哈 又抢台词了 是吧 这个朋友跟你可说的不少啊 这个 真是的 他没事 他老跟你说这么些啊 你这 你全知道我说什么呀 从现在开始不要讲话了啊 哈哈哈 你不讲话 我也没什么说的了 这个 葫芦嘛 这挺好的 这个 康熙的 冰梅 对 冰梅葫芦 冰梅葫芦 我说完什么 你能别前面老说那对吗 你说这冰梅 对 冰梅 这个 不错 这也是康熙的啊 市场价格也应该有个8到12万吧 差不多这么个意思 因为也是康熙朝的嘛 像这个妹妹表示 老师祝货 好 行 谢谢 谢谢 打风台 风台火站坐火车来的 这会儿还上火车坐 坐火车回去 好 谢谢 灵梅 好嘞 来 你好 您自己喜欢收藏吗 这个不是我喜欢的 这个是我朋友他自己喜欢然后收藏的 行 您喜欢吗 不喜欢 我一般吧 无感 哈哈哈 您一定特别喜欢那朋友 哈哈哈 还好吧 是吧 复权好 大老远滴得咋这么沉啊 而且还得容易磕碰的物件上这拍宝节目 啊 好 这样 咱们游戴 请李老师给键上一番 我们首先 这个 在外面里人说的叫呼噜瓶 对 呼噜 这个呼噜 大家看 очень像一个极字 所以呢 呼噜瓶还有一个别称叫 大极瓶 所以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是很吉利的一个器皿 受人们的喜欢 另外这件瓷器我们看 冰霉纹 冰霉纹创造于什么时候 康熙 康熙的冰霉纹 清中的冰霉纹和清晚的冰霉纹不一样 它的冰裂的画法不一样 这个件的冰裂就是清晚的冰裂 它用色差表现的 清中期是留白 清早期是深笔道表现的冰裂纹 另外它这个梅花的画法也不一样 中期的梅花是随便一甩 康熙和清光绪的花蕊的画法是放射型 这一看就能分辨出来 这件从它的冰裂 是清晚用色差表现的 应该是清光绪的 我们看它的胎质比较轰松 尽管有大清康熙年质是寄托款 所以这件我首先告诉你 老的是一件很好的收藏品 好 谢谢李老师 也叫大极瓶 也叫葫芦瓶 另外它这个颜色 这个清花的颜色 相对的像康熙更深沉一些 对 康熙更深沉 这都相对的晚清浮在右面的感觉 这是一件 好 看看第二件 第二件 我们从它的气形一看就是花枯 也叫凤伟尊 这种气形是清代的气形 最早是清康熙 这个气形一看就是清康熙 另外我们从它的绘画技法 这点可以有披麻唇 普披唇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康熙 也叫分水法 分水法 分水法就是把清花料里面多加点水 少加点水 就除了分水了 除了分水法 就水的事 就分水了 从这绘画技法 我们看它的水面和地面的画法 也是康熙时期的 它是用硬笔道画的 而不是涂抹 到了清中期就涂抹了 所以这件瓷器 从气形 从绘画技法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清早期的 康熙时期 另外它的文士是什么呢 鹤鹿同春 是 非常吉祥 吉祥寓意 非常好 另外我告诉我们这件瓶 咱们看它的胎制 另外这个圈竹的做法 右面 我们应该说 是康熙晚期 晚期 我为什么说它康熙晚期 康熙早期 康熙晚期都是 这个亮清右面 康熙中期是粉白右面 它不是粉白右面 是什么呢 两清右 而且这有灯草口 对 所以它是康熙晚期 这件瓷器很好 是老的 康熙时期的民谣精品瓷 简皮亮右 嗯 真的 您对这不了解 但是很多咱们观众都是大行家 李乐山真是的 简皮亮右 很开门的 因为这种 这种凤伟尊现在访得很多 对 这个咱们近距离开的 非常开门这件 非常开门 好 那么一件是光绪时期 对 他打着康熙块 但那是光绪的 一件是没块的 但是康熙时期的 凤伟尊 那么两件在市场价格如何 咱们给观众做个知识介绍 李老师 这件瓷器 凤伟尊 凤伟尊 有毛衣吗 完整 有毛衣吗 真不容易 嗯 应该在人民币20万元左右 我觉得没问题 这个第一个完整 第二个还不是外销的 对 它这不是外销的 这种典型都有点是 还是咱们国内这个话 是吧 对 你看它没有什么外销的风格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这个片话 画得要再细一点 20万都不值 颜色如果是脆毛蓝 应该是30万 更贵 就是这样 好 那么那一件胡桃瓶 这件胡桃瓶这样子 因为年份浅光绪时期的 价值应该在 15000元人民币左右 没问题 气型也不小 关键胡桃瓶路份还高 这气型招人喜欢 对 但年份浅 年份浅 行 好 谢谢李老师 因为两件都是清代词剂 我们还再给你一份 保护奖的基金 来说